核查无次生事故 广州石化火情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1月27日21时07分 广州石化S-ZO军队反应 再生系统发生火情 广州石化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操作人员迅速切断现场物料 消防人员进行了紧急处置 20时20时30分左右火情得到控制 根据广州石化通报 28日09分 应急响应结束 记者从广州石化火稀经救援核核查 无次生事故 经检测周边大气及水体合格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